OK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哦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从官方的资料发现中的小秘密 最近啊这个 Pro Duo Daihatsu 还有 Toyota 这个造假的事件呢 沸沸扬扬 从官方公布的一份文稿中 他们又表示其中一辆还没有发售的车款也受到影响 那么这款车是什么车呢 这款车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的 Pro Duo D66B SUV 或者是 Toyota Yaris Cross 而且最近呢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多关于这款车的详情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一款神秘的 B-Segment SUV 首先呢关于这款车目前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详情 其中就包括了它的车身尺码 这辆车的车身尺码跟 Proton S50 非常的接近 详情我们会放在这边 可以看出呢 Pro Duo 确实在打造一款 B-Segment 的 SUV 车型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这个 X-Segment SUV Aptiva 的市场销售成绩非常的出色 每个月都有卖到三千辆左右 所以呢 Pro Duo 在上一层楼的绝境就是从这边来的 而这款车呢其实也是采用 DNGA B 平台打造 就跟这个 Elza 还有 Vios 一样 它的轴迹相信跟 Vios 一样是 2620mm 所以给予这个内部的空间表现非常的足够 具体这款车的外观设计部分呢会跟 Harrier 非常的接近 有 Mini Harrier 的称号 而且它的尾部呢也会使用这个时下流行的连贯式尾灯 其实我已经看过这款车的草图 这个草图可以看出这辆车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帅 可以相信之后它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呢 应该会成为一款爆款车型 讲完了 Pro Duo 我们就来讲它的原型车 Toyota Yaris Cross 其实在这边大家千万不要弄混这个欧洲版的 Yaris Cross 跟东南亚版的 Yaris Cross 因为欧洲版的 Yaris Cross呢采用的是这个 TNGA GAB 平台打造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跟东南亚版本呢则是采用这个 DNGA 也就是 Lasso 的 Platform 这款车预计会在这个月内于印尼市场正式发表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呢 它会有这个1.5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跟1.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选项 1.5 公升引擎就是大家熟悉在使用在 Elza 上面的那一个 DUOR VTi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满力表现是106PS 峰值扭力表现138Nm 匹配 DCVT 的变速箱 这个动力配置我只可以讲是中规中矩啦 绝对足够你的日常使用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性能表现的话 那么这个引擎其实会比较 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啦 但是有一个好处在于 它还提供了这个1.5 公升的真程式混合动力引擎 也就是 E-Smart Hybrid 不过关于这个引擎暂时没有太多的相信 我们只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其实如果是一般开车的话 它会非常接近个电动车的使用感受 因为这个1.5 公升的引擎主要是为了发电 来为这个电池充电还有提供电机动力 整台车开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精硬的 就好像 Artiva Hybrid 版本一样 所以这个动力配置我相信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话 应该会非常吸引 至于剩下的部分呢 它的内装设计同样也是采用新一代的甲族设计 拥有独立式的触屏足迹数位化仪表 还有电子手刹车等等等等时下流行的功能 另外呢根据不同的品牌 它会提供不同名称的安全配备 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啦 例如说 Pro Duo 版本就是 ASA Toyota 版本就是 Toyota Safety Sam 它们同样的提供 带 Stop & Go 功能的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维持系统 车道便离警示 直动紧急刹车 远近功能自动调节等等等等 如果以配备来讲的话 它就跟现在的 Toyota 还有这个 Pro Duo 车款一样 规格满满 预计呢这款车也会拿到 ASEAN NK 的无形啦 不过大家应该记得我影片开头有讲到 关于这个造假情况有影响到这款车 不过这款车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撞击测试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撞击测试会以新版本的车型为主 所以大家是不需要去担心这款车的安全性能的 接下来就是重点时刻 这一款车会在什么时候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根据之前 Pro Duo 官方表示呢 他们一年只会推出一辆新车 为的就是让这个供应商呢 可以更好地提供他们这些零件配件等等 因为最近 Pro Duo 确实遭遇了这个零件商被刺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这个Oil Filter 时间啦 因为他们有表示其实他们原本只有一家供应商 但是因为这一个供应商负荷不来 所以他们找了另外一家供应商 结果另外一家供应商的Oil Filter 品质出问题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Engine 漏油事件 所以未来他们会更严格地把控这个品质 所以这一款车最快会在 2020 年发布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就是 Toyota 同样的也会翻售他们的 Yaris Cross 也就是说 Yaris Cross 跟 Pro Duo 的 D66B SUV 会同步销售 就跟 Elza 跟 Veloz 一样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 其实如果目前我们已计算 这个 Veloz 跟 Elza 的总计销量呢 他们每个月的销量超过 5,200 所以大家应该就知道 为什么 Pro Duo 跟 Toyota 要这样子做了嘛 因为呢 其实这样子同步销售呢 并不会影响到太多他们的销售成绩 同样的在 Toyota 版本的 Yaris Cross 呢 跟 Pro Duo 的 D66B SUV 呢 他们在外观跟内部也会做出一些差异 根据一些未确认的消息之处 混合动力版本只会是 Toyota 专属 Pro Duo 还是采用这个 1.5 公升的 DUO VTI 自然进气引擎 当然他们价格也是有差距啦 我们参考一下 Elza 跟 Veloz 他们的价差应该会在这个 1 万 5 千块左右 而我拿到的第一首消息之处呢 Pro Duo 版本的 D66B 售价会从 7 万 3 千块起跳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有没有竞争力呢 可以买到一台配备非常丰富 外观帅气 虽然讲引擎不是那么出色 但是省油的 V-Segment SUV 车款 好像听起来还不错是不是 不过目前呢 Pro Duo 是没有承认这款车啦 可是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加上目前市场上已经很多这款车的消息了 所以可能在明年的年初 Pro Duo 就会给我们惊喜 大家期待吗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我们按赞订阅 走起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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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